大家好,美国的副总统哈里斯访问了新加坡 周一,23号,哈里斯在新加坡访问 他表示,北京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是非法的 破坏了基于国际规则秩序,威胁到其他国家的主权 哈里斯还试图向亚洲国家保证 他们不必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 哈里斯在首次正式访问东南亚期间在新加坡发表的上述讲话 他计划在当地时间周二下午前往越南 周四离开东南亚 24号,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批评了北京在南海的行动 并试图向亚洲国家保证他们不必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做出选择 他说,我们知道北京继续胁迫恐吓并对南海的绝大多数地区宣称主权 哈里斯接着说道 这些非法主张已经被2016年的仲裁庭的裁决驳回 北京方面的行为继续破坏基于规则的秩序,威胁各国主权 面对这些威胁,美国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站在一起 大家知道南中国海是资源丰富的一个水道 最重要的是一个非常发达的商业航运的线路 每年有数万亿美元的世界贸易从这里通过 除了中国,台湾,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也声称对该区域拥有主权 所以美国在这个地区,在中国的南海进行相关的地缘政治活动 大家能理解了 这个南海仲裁大家也知道,16年 中国在这个地区部署了船只 并在该海域进行巡逻,建造相关的人工岛 中美在东南亚的竞争,你可以看到 东南亚是位于印度太平洋的中心,从地图上也可以看 在过去几年里,随着中国和美国之间 在这个地区的地缘政治争夺的加剧 东南亚被夹在中间 几十年以来,美国通过安全和经济往来 一直是东南亚的重要存在 但中国现在推行一带一路等项目 增加了北京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哈里斯向这个地区的国家保证,美国不会让他们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做出选择 哈里斯怎么说呢?他说,我必须明确 我们在东南亚和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接触不是针对任何一个国家 也不是为了让任何人在国家之间做出选择 美国这个话,大家可以听明白 他口口声说不让你选边站 其实里边的意思就是让你选边站 我觉得东南亚这些国家,没有一个国家会听不懂他这里边的含义 那选不选边站是别的国家的 别的国家的政策,别的国家的选择 但是美国现在他进入到东南亚 和当年他进入到中东也是一样的 他能进来,他也会离开 我反正想跟大家说一下 看我节目有点东南亚 他当年进入中东的时候,信誓旦旦,20年前 对不对,进入到中东,他也是要进来的 告诉大家不要选边站,我要进来了 进来以后现在撤了 撤了留下一地鸡毛 你看看这个地区动荡的 那现在他要来东南亚,现在又来东南亚 你自己想想东南亚国家,周边的国家自己好好想想 你好好想想他来了以后对你有什么影响 不用中国人多说 你看现在新闻每天报的最主要的在哪撤军 你就可以看出来了,是,他来了 他来了,他要返回这个地区了 他还会走的 他一定会走的 走的时候会不会在你那留下一地鸡毛 你们要自己想 这就我今天想说的 哈里斯告诉你了 我来了,我来对付中国来了 二十年前他那个总统不也是信誓旦旦旦的 我来了,我到中东来了 现在呢,走了 把自己的这些盟友全部甩掉 自己好好想想,我不想多说 这个美国人的 他这个做法,我觉得全世界 所有的聪明人都能看懂 这就是地缘